日前北京的一位林女士在路上也遇到了一件让人有点揪心的事情 就是在机动车的主路上突然窜出了一辆不知道是谁遥控的电动玩具车 林女士也把当时的情形拍摄了下来 从林女士发过来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一辆遥控电动玩具车在车流当中来回穿行 很快就窜到了车流的前面 正好前面是红灯 主路上的车都停了下来 但这辆电动玩具车却还在车前来回的钻来钻去 看到这辆玩具车就在自己车前钻来钻去 却不知道车主在哪里 林女士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后当时觉得这个特别的危险 因为如果要在你前面钻 你要是一踩刹车 万一踩得及了后面车就撞上了 林女士说 因为这辆玩具车体积很小 不引人注目 旁边车的司机稍不注意就可能与其发生碰撞 如果车速比较快的话 甚至有可能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种车是坚决不应该在路上走的 林女士说 当时自己观察了半天 总感觉这辆遥控电动玩具车是被旁边某辆车内的人遥控着 但由于遥控电动玩具车的人一点也没有露出痕迹 最终也不知道这辆碍事的玩具车是谁的 遥控电动玩具车到底能不能上主路 如果造成事故 又由谁来负责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 由于这种现象不是常态 所以目前还没有针对玩具车上主路引发事故的处理办法 一般出现事故 追尾由后车负责 其他情况由民警视现场情况来裁定责任方 虽然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 但是玩显然要分个场合